顧鎮島 司機猝死 今年搶孤很兇 在橫村 在來一村 現在洗澡很難大 原來是沒有洗澡症 而且他們在說下 公平的單車呢 我沒有 我沒有搶到橫村 恭喜 被投成南橫村 看到宜蘭投成200年 傳統的搶孤活動 就知道農曆7月30 鬼門關 蘋果派出空拍機 從100多公尺的高空 俯瞰搶孤會場 工作人員昨天一早 就在孤柱上 塗抹厚厚牛油 用吊車搭建孤站 為了體驗搶孤有多難 平常伸手矯健的蘋果亂入閣 前天經過短暫基礎訓練 學了跌落汗 套繩向上攀爬 和解神等技巧 死命爬上練習用孤柱 但短短3公尺 就花了10多分鐘 全身沾滿年膩牛油 大喊實在太難了 12支隊伍去爬那些孤柱 然後爬爬爬 爬到上面 割掉順風旗 拿到順風旗的人 代表這一整年 將會漁獲滿載 生意興隆 昨天冠軍只花了26分鐘 打破歷年紀錄 不過今年搶孤活動很兇 先是吊車司機在作業途中 心臟病突發猝死 一開始掉上固定的兩座孤柱 意外倒塌 第三座孤柱也出現傾斜 幸好都沒壓傷民眾 東新聞 宜蘭報導